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播出的时间只有三次都是事先预告 一定要记得点击订阅老师的YouTube 以免错过了精彩的事先预告 还没有加入老师Line app粉丝团 还有Telegram粉丝团的朋友 当然也要记得赶快加入 好 上个礼拜五 5月15号 大盘收在10814 距离我们礼拜三的节目 那也不过才两天而已啦 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那么在周六清晨的收盘 我们看到美国股市小涨 道琼小涨60点 NASDAQ小涨了70点 费半跌了2%38点 台子期小跌了81点 看起来又是没啥啥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月4月22号老师什么事先预告呢 预告5月份天同洋雨套 指数的部分没有问题 我们还跟去年2019年11月25号预告12月的盘式 以及6月2号预告2019年6月份的盘式 那通通都是什么盘整温和向上 对不对 盘整温和向上 指数没有问题 OK 那所以说到了这个今天来 主要是为什么 在农历的4月份天同 这个标题要叫做洋雨套 好了 那就个股的部分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过 就指数的部分 哦没有问题 4月27号预告 天 4月22号预告 天同洋雨套 那指数的部分真的是 温和向上 就盘整盘整 一直在盘整 但个股呢 主要在这个月的个股 跟大家讲 好 洋雨套 那怎么个洋雨套 好 我特别用 这个最热门的抗议概念股 对不对 在5月4号 哇 那时候一辆涨停板的时候 老师跟大家讲什么 这个洋雨套啊 在5月4号这天涨停板的时候 老师跟大家讲什么 这是老师跟大家 在4月22号预告的怎么样 天同约的遇难成祥呢 还是洋雨套 对不对 那5月8号 真的全面跌停下来了 老师又跟你讲 要提防 上个礼拜天 提防大家 提醒大家 这个要提防 上个礼拜又来一次 一仰再仰 一套再套 对不对 在全面跌停板的时候 又提醒大家说 要提防一仰再仰 一套再套 那当然在这个防疫概念股的疯狂大政里面 用这样子的标题来跟大家提醒 当然很棒 但在这些一下子涨停一下子跌停当中 什么东西才是真正的精确 就是事先规划 那5月4号我在节目里面 不就给大家 在节目当中 已经怎么样 把这些抗疫概念股的波浪规划 那事先化给大家看了吗 对不对 你还可以去看一下5月4号的节目啊 什么叫做第四波大政当跟第五波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从5月4号开始 到现在为止 这些抗疫概念股 这些抗疫概念股 我们来看一下 恒大在干什么 保陵附警在干什么 对不对 热应在干什么 哎 啊这个不就是 不就是老师在5月4号给大家规划的 哦有的第三波尾巴快要进入第四波震荡 对不对 那这个第四波就是什么 疯狂大政嘛 对不对 就是这个疯狂大政嘛 所以怎么样养语套 你要有一个魔鬼细节嘛 这个魔鬼细节就是波浪的事先规划嘛 对不对 我有一档瑞姬 瑞姬是要比较奇怪的对不对 那到礼拜五的时候 掌停板他是锁住掌停板 哎 不过爆量 哎 瑞姬的基本面稍微特殊一点 也走得比较快一点 哎 会不会第四波就在一个地方怎么样 哎他已经强势交代完了 啪的怎么样 来到这个规划的什么 第五波 是不是 所以各位看一下两周以前老师看到了防疫股怎么样的未来 所以在过去这个礼拜啊很多人觉得说哇这防疫概念股怎么搞的一下子涨停一下子跌停 简直是什么 巴来巴去的搞的都不知所以 我们是不是要事先要事先能够掌握三立波浪的事先规划才能掌握这些魔鬼细节 对不对 个股是如此啊 那就今年来讲破军年 那已经在1月18号给大家预告 今年你会遇到一个不合理会遇到不合理的跌市 你也遇到不合理的涨市 还有剧烈的双疤嘛 对不对 就拿三月份的美股大跌 到现在四月五月美股大涨 我在3月22号之前 这一天转美股正要大震之前 我跟大家怎么预告 我跟大家怎么预告 我说美股要出现今天的大修正 但这个东西在波浪里面可是不算崩盘 但是会把大家吓到半死 你要小心小心啊 对不对 当时有没有这么讲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节目当时的重播 我们再来看一遍 我先讲21周测试力量是非常之大 不是崩盘啊 我先讲一遍 你不要担心老师美股崩盘 美股不必崩盘 美股光是大幅震荡就把你给吓死了 不要忘记今年是破军年 超乎预期的什么 大震大 大跌 大涨 都很大 这个月逢大 好 ok 是不是 那当时我这么跟大家讲的时候 我这么跟大家讲的时候 后来大家发现奇怪 大家发现奇怪 这个美股最后发生什么事 2月22号这样预告的时候美股发生什么事 哇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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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熔断再熔断 老师你还说不是崩盘 然后4月5月这样子弹起来 你现在回头回过头再看一遍 你现在回过头再看我2月22号讲的 那个震荡真的会吓死你 不是真的吓死 这杀伤力很大 连巴菲特都被吓到 对不对 那今天又涨了回来 你又说又又又怎么样 警惕又要成长了 对不对 一下子觉得崩盘 一下子觉得V字反转 但是我在2月22号 已经看到了大家看不到的未来 对不对 所以到底是朋友们没有掌握事先规划 还是还是老是看错 ok 但今年我跟大家讲 美股在三月份的大跌 四五月份的大涨 这个都不算崩盘 还不算喔 真正的崩盘还没来 会有的 真正的崩盘还没来 所以三月份那个小case而已 只不过在事先规划里面 大家有没有掌握了传真稿 这个长线的 像美股它有月线周线的 这些规划 你有没有掌握到 就这样子而已 不然两个月下来 一下下去 巴死 杀死一堆 一下上来 坛上来又嘎死一堆 脸会滤掉 对不对 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4月22 天同月 阳雨套 直数 盘整 温和向上 ok 到了今天 到了礼拜五 5月15号 10814 那过去这个礼拜以来行情挺大吗 一下红 一下黑 一下红 一下黑 到礼拜五 小红 电子盘 又好像下跌 这个在干什么 对不对 这个能干什么 来看一下老师刚刚跟你讲 你事先掌握老师的传真稿规划 上一次七杀的变中变在21天 这一次5月11号 在传真稿里面的4月29号的规划 你注意看 4月29号规划怎么样 已经指定了5月11号 这个34天 也有一个转折的效应 对不对 下来了没有 下来了 但下来很龟毛 对不对 巴来巴去 你能干什么 短空 对不对 你有一个传真稿的事先规划 那接下来不就按表超课吗 对不对 我们节目在里 在礼拜五还没有节目了 但我礼拜五在粉丝团里面 已经给大家看过了 对 如果说按表超课 好 5月11号 在传真稿里面 好它是一个转折 转折时间 对不对 就是上下巴来巴去 你叫也不睡也没有用 你按表超课嘛 对不对 到了礼拜四下午3点12分 OK 老师计算了 也发出讯息了 计算过也发出讯息了 这个10400 这个10400的put 你从5月11号的转折时间 那时候是26点 对不对 事先规划的时间是5月11号 到那天收盘是26点 好到了礼拜四 对不对 到了礼拜四 这个5月14号凌晨 晚上半夜了 11点 68点 在下午3点 已经说了 已经发了讯息给会员说 电子盘你要怎么样 改成66点出清 晚上大家要睡觉 我也要睡觉 有时候差那么一点点 真的是 差一点没成交会气到死 对不对 那偏巧真的只到68点 穿价成交 对不对 礼拜五早上 就发讯息给大家 恭喜啊 对 顺利穿价成交了 获利出清了 对不对 个股呢 好吧 那就是一个年盘里面 OK 短空抬菌 对不对 5月8号109以上空益笔 那到了5月15号 空端获利回补 就这样子 对不对 你说这个礼拜很无聊 你也可以这样做 对不对 所以 重点是说 当大盘来到了这个地方 大盘来到了这个地方 那已经谈了这么多了 到底是反弹还是回升 对 我不是第一次在节目讲 我已经连续好几次举过20 11 那个2011年的空头的例子 对 当时反弹 周线还可以反弹93% 对 金融海啸2008年 还可以反弹77% 还反弹好几个月 那请问现在反弹几% 68.5% 对不对 到最近的高点68.5% 长空越强势 反弹套路它就越深了 对 那这些反弹套路要不要事先规划 对 我不是不只举过一次 如果年轻朋友你没有看过 没有关系 可以问爸爸妈妈 问叔叔阿姨 对 2011年 对 当年这些 包含日本发生三一大地震 我怎么事先规划 事后验证 那个反弹进市回升 对 把媒体搞到都说 台股渴望有反弹进入回升 那怎么事先规划事后验证 对不对 右边是事先规划 左边就事后验证 对不对 这边左边事先规划 右边事后验证 对不对 左边事先规划 右边事后验证 一直到当年第四季 所以 这个田农月来到这个地方 洋雨套 洋雨套怎么套 我在5月12号这一天 已经给大家看过这些数字了 对 外资一边买一边卖一边买一边卖 弄到最后的越卖越多 对 这两天有改变吗 没有改变 对 这两天没有改变 外资还是在卖啊 一两百亿的卖 直到礼拜五稍微客气了 想要卖了十几亿而已 对不对 外资还在不在护盘 他要不要520 对不对 那这个规划之后 后面要怎么走 第一个论四月就已经快要结束了 这个天同月快要结束 我们就快要面对520行情 这个反弹已经结束了吗 对不对 波浪的规划细节是什么 重点都在那些魔鬼的细节 对不对 那你要事先掌握老师的传真稿的波浪规划 我们才能掌握这些魔鬼细节 很多事情老师不是只有在那边看这个分时KD 我在那边看什么15分钟KD 你看那样你是看不到未来的 或者看到很短很短 可能几分钟的未来 破军年 今年还是破军年 老师在1月18号给大家预告了破军年 大家在上个礼拜看到这则新闻 台积电终于正式要宣布 要进 要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厂 当然全世界都知道 台积电去美国 根本生产效益就不对 你的供应面在哪里都还不知道 你怎么去美国 为什么他要去 我跟各位讲 我跟各位讲 不是只有今天讲 OK 我什么时候跟大家讲 2019年10月28号 请你去看看那一天的节目 我看到了一个怎么样的台积电的未来 我看到了一个怎么样台湾的未来 当时美军就已经在打台积电的主义了 Why 对 所以今天你就觉得说 生产效益又不如留在台湾里 为什么要去美国 他不得已 你知道吗 不得已不能不去 这跟赚钱没有关系 这跟生存有关系 对不对 现在你看到说最近的报道 这个破军年老是说 要提防怎么样 这个军事冲突啊 开始对立增强 对1月18号就给大家预告 本来在动口了 你要提防这一下子大家变成在动手了 对不对 台积电为什么要去美国 好 现在事情跟老师1月18号的预告 跟老师1月18号这个脸书的预告 已经 市政 这些激政 越来越明显 对不对 媒体后来怎么说 这些媒体 这些专家后来怎么说 连北京内部的报告说 中美要爆发 那不管说要不要在今年吗 因为这是一个趋势了 对不对 五年内开战 这不要说是美国自己有准备 连中国自己 包含习近平本身 他也做了这个准备啊 那问题是谁是主角 谁是主角 冲突地在台湾啊 那你不把台积电弄走 美国想方设法把台积电弄到美国去 就是为了防止 有一天 晚一地区性的冲突发生的时候 那还得了 美军的F-15战机 F-35战机全部 这个晶片还要靠台积电 大家得了 所以他当然要移走 所以跟做生意没有关系 我什么时候给大家提醒 有时候老师看得太远了 这个大家不理解 不理解当时老师看到了些什么 短线的细节 我们要掌握长线的大局更要清楚 对不对 联署在1月18号给大家还有预告了什么 这个破军年疾病的发生 对不对 都还在 预告了什么 这个泡沫中间要破灭 10年过去10年泡沫中间要破灭的 现在 眼看着各国 又来无限QE也好 又来救世也好 投入金钱这么多 好像另外一个泡沫 你3月份被打破之后 这个是 好像另外一个泡泡又吹起来了 要不要破 时间的问题 对不对 这些波动 今年以来的波动 包含美股刚刚在节目前面 举给大家看的 3月份的大跌 4、5月份的大涨 大家全部傻眼 这些这些都不是你以前的认知啊 老师1月18号就给大家预告 知老师很辛苦 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给会员 所以我们节目一个礼拜只有三次 我光是写那个传真稿 我要写两个小时 哪有头顾老师这样干 那我对粉丝朋友 我只能说 透过这些每个月 我们每个月底 这个农历月 这个月底 来预告下个月的磐寺的时候 二月破军夺魂俱 有没有真的一把句子给你看 二月20号预告三月还有天罗王 对不对 有没有翼王打尽 七萨开始要变盘的时候 变中变 有没有在这边变多 对不对 空翻多 有没有在这边又怎么样 由多方又转为什么 盘整 对不对 五月天同洋雨套 到了今天那你看到那个外资还在到 对不对 关谷还是要互办 那520要怎么面对 以及520后要怎么面对 各位不觉得 从老师刚刚节目一开始到现在 包含本周的事先规划 包含去年开始就给大家看到的 老师看到的长线大局 台积电的未来 以及包含 就是两周之内 抗议概念股这种疯狂大症 你知道在脑子的脑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会爆炸的 这些这些这些 事先看到东西会爆炸的 如果要讲讲不完啊 所以我们节目每个礼拜只能三次 给大家事先预告 这些魔鬼细节就全部 只能用画的画在什么 三级破浪的传真稿里面 对不对 我看到这些什么 我给大家预告 我也给粉丝朋友分享 对那到底是你的事后验证吗 但是大盘呢 还有其他个股呢 对不对 我们要怎么样事先规划 然后来按表操课 520行情就在下个礼拜 天同月 也剩下一个礼拜 那接下来520后 到底这个杨宇套 他还要继续搞下去吗 事先规划事后验证 20多年全台见证 看到了刚刚节目以上 包含长线的中线的短线的 这些事先规划事后验证 电话 你还不赶快拨通吗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下个礼拜一再会 谢谢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